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刚才当天十六名外籍移工疑似酒后起争执 结果爆发肢体冲突 其中一人被石头丢到受伤 而夸张画面也被民众po上网 让网友笑说这种丢石头的通常都会丢到自己人 整个场面仿佛是石器时代的战争 现在警方也要约谈相关人事盗案 厘清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纠纷 要这样痛下狠手 大小朋友穿着泳衣享受清凉溪水 热门的溪水景点变成原始格斗场 恐怕谁也料想不到 华氏新闻 廖玉婷 林志纯新北报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